TikTok一条专线下面同时开两个账号直播可以吗 在这我可以告诉你不可以 非常不可以 一条当你想用一条专线开一条直播的时候 就证明这个号是已经养得不错的 已经有能量 或者说你有不错的一些规划数据了 这是可以 所以说就一条 你想开直播的时候 你记好一条专线 一个账号 这个接线下面不要放任何账号 如果说你放的话 后期你会发现慢慢慢慢就是没有流浪 这个很明确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想来点就是比如说互动了什么的 那你就是用点其他的一些环境 但是也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多 钱你可以测试用 当当号 比如正常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去留人互动点赞 以这种形式去抓住大家眼球 而不是说用点其他的办法 所谓的黑科技它可能是一时的 但是它不跟你一视的 我见过的TikTok黑科技基本上都是 除非你后边那个技术人员 每天实施更新 但是当你能养得起这种技术人员的时候 我觉得你还不插这几个账号了 可能也不会去考虑这个正常带货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底层逻辑 就是你要走哪条路要想清楚 跟这个地方一样的关系 对那什么专门 都没有在市场上 对那种效果 因为你这种效果